这是最强咒术师五条物接到过最离谱的橱林任务 任务首先要保护天元大人的适应者少女 其次是要让这个少女从世上彻底消失 五条整个人都听傻了 将一个少女先保护再抹杀 这自相矛盾的奇葩任务 简直比日落东山还要离谱 五条和下游窃窃私语 怀疑是叶娥的脑子有点不正常 大代律师老年痴呆提前发作 叶娥告诉两位学生 自己并没有老年痴呆 而且这次是天元大人亲自下令 指定由你二人接手任务 天元大人虽有不死术士 但这不死却并非不老 如果只是单纯变老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问题是身体衰老之后 术士就会试图重造肉体 这就意味着进化 天元将脱离人类之躯 成为更高次元的存在 到了那时 天元大人的意识也会再次刷新 对宇宙的认知也会与现在完全不同 而刷新后的最坏结果 就是天元很可能会成为人类的敌人 所以每隔五百年 天元都会选择与合适的人类进行同化 在肉体焕然一新之后 术士的效果也会回归起点 可现在的问题是 适配者少女的位置已经泄露 目前已经有两股势力在暗中蠢蠢欲动 其一是企图借天元暴走的契机 颠覆现有咒术界的诅咒师集团 其二是信仰并崇拜天元的盘心教 他们认为天元大人是神圣且纯粹 绝不允许人类与其同化 天元大人将在两天后的满月开启同化 所以五条和夏游杰必须在限定时间内 保护少女并将其送到天元面前 会议结束后 夏游杰立刻和五条商量对策 他认为盘心教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并不需要特别留意 最危险的还是咒术师集团 五条表示完全无所谓 因为只要有他这个地表最强作证 无论敌人来多少都是送人头 五条和夏游杰根据位置信息 来到了少女下他的酒店 不料两人还没进门 酒店高层就突然爆炸 五条还见兮兮的说了一句 我俩还没开始任务 女孩现在死了也不关我事了 五条话未说完 少女的身影就从楼顶直线坠落 引爆楼层的不是别人 正是妄图颠覆世界的诅咒师集团 杀手昆克以为自己的暗杀计划万无一失 不料夏游竟骑着是神异上的 直接将半空中的少女救了下来 这可把昆克气得不轻 立刻把女孩交出来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夏游一脸欠揍的竖起耳朵 你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不如你再靠近点吧 在夏游杰讨讽敌人的同时 五条也已经与诅咒师开始交战 虽然彼此站在敌对阵营 但五条物的大名可是如雷卦 杀手拜尔早就对这个男人心生好奇 想试试传说中的地表最强究竟有何守卫 五条嘿嘿一笑 如果你现在哭着道歉 我就考虑留你一条小命